那我希望能夠把 1到72頁全部下載下來的話那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當然我可以把這個程式本來叫大樂透下載 把它改一下 改成要批次好了 OK批次的話指的就是說我要把所有的網頁的資料通通下載到我的Excel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你要遇到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把這個indage page等於1到72 所以呢我會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就是讓它能夠把這個indage page後面這個數字改成 這個一個變數叫1到72啦 所以我可以在上方寫個迴旋圈叫4i等於1 空一格 true的話就到72 然後enter兩下之後打一個net 意思就是說呢 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不斷的 就是增加 一個變數 等於第一次是1 i等於1 那下一個的話就i等於2 再下一個i等於3一直到72 那我就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 把它移到4net裡面 並且 一般習慣 會把 viz到endviz這個程式按個TAB鍵 讓它縮排 為什麼要縮排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啦 4看到ness 記得有4一定要有ness 有viz一定要有endviz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個回圈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地方的 index page 等於多少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因為一樣的問題 一樣的道理啦 這個是一個完成的字串 文字嘛 如果你要把變數放進去的話 我前面講過有一個口訣 就是 先把你要 改變的數字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i就把它串在 這個字串的中間 那你再把e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理論上應該寫完了啦 寫完之後 不過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到那個for回圈上面加一個 清除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資料 Sales.clear Sales如果後面不加括弧的話 指的就全部 這個 儲存格裡面全部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全部的儲存格 幫我怎麼樣 Clear Clear的話就清掉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Sales.clear 清掉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for回圈就開始了 所以呢 它的id是1嘛 就把1放到這個index page 的後面 所以呢 它裡面就抓第1頁 我們來看一下 第1頁有沒有抓下來 抓下來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這樣 F8 F8就下一個 當I等於多少 I等於2的時候 那它就抓第2頁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有個參數叫 叫什麼 這個 Destination 就是 你將來要把 你的資料表格 放在 Excel的哪一個儲存格啊 那這邊預設都是Range A1 也就這個啦 所以如果你第2頁如果假設還是放在A1會怎麼樣 資取好像會覆蓋啦 可是實際上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它好像不是覆蓋 它是這樣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不是把它蓋過去 應該是說把它擠到右邊去的意思 所以剛剛的第1頁 它其實還在 只是被擠到這邊 有點像這邊擠過去 那第2頁的話就放在這邊 這個是1 這是2 好 那一樣喔 如果再來的話第3個 所以indexi等於3 所以目前i等於3 那3的話怎麼樣 其實一樣 refresh就是下載 這個時候的話3會變成 就變成 1 2 3 所以一直往右邊擠就對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全部執行完畢的話 理論上應該 就會全部下載 可是 跟我們預期好像不太一樣 它的那個資料變成說 這一個 應該是最後一頁 72頁 所以是2004年的3月8號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期的開獎好像是2004年的1月5號 OK 而且是 本來是多少 本來是1414開 禮拜一禮拜一四 禮拜一禮拜四 不過後來好像改成25吧 不知道什麼時候改的 不知道 好 所以這個是72 71 然後70 所以你把它 優標放A1 Ctrl向右 它就移到最右邊 這個就是第1頁 可是你說 老師不對啊 這個好像跟我預期不太一樣 我的預期是希望 第1頁下載下來之後呢 然後第2頁呢 就幫我把它放在第1頁的 下面這個地方 哪裡 它的最下面的這一列的 下一列 繼續往下放 所以 其實理論上 我們還需要改第2個參數 哪個參數 就是 Range A1 就是1 你要把它改成 當它是第1次就是1 當它是第2次以後的話 就讓它向下追蹤 追蹤之後的話 所以我剛剛優標放A1 Ctrl向下 然後加1 把它位置放這邊應該就OK 所以呢 會需要第2個 第2個變數 第2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 我們怎麼寫比較OK 我的習慣是 乾脆在上面加一個 R好了 R等於1 也就是說呢 R剛開始 裡面是1啦 所以你就把這個R放在這邊來 放在哪裡 放在1 的位置 用這個變數放 那因為1剛好在最右邊了 它右邊就是一個字串的結束 所以你把1先刪掉 然後面的話移到雙引號的外面 右邊的地方 andr就可以了 那記得 and 前後一樣加空白 那意思就是說呢 把這個R 把它串在A的右邊 OK 那不過你說老師它永遠都是1 對 所以最後的話 你可能再改一下 R 當它下載 一次資料之後 請你把E改成什麼 讓它向下追蹤 怎麼追蹤 就是從range 從A1這個儲存格 讓它向下追蹤之後 追蹤到哪 所以END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 END指的是Ctrl鍵 然後填刮弧 向下追蹤的話 是xldown 那xldown有點像是Ctrl向下 等於列的話就點弱 點弱的話就是追蹤到的那個列 那記得這個回來的池 第一次應該是這個 剛剛應該是92 得到應該是92 得到應該是92 這邊向下追蹤 91 然後你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所以你加了1之後就是從92列開始放 好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 讓它重跑一下 所以一樣 我把這個程式再讓它重跑一下 這個把它清掉 就資料先清掉 所以這目前應該裡面是空的吧 所以剛剛會有那個問題 我加了這個R之後看看會不會解決 R等於E 所以呢 現在抓的應該是 一樣是第一頁 把第一頁抓 放在哪裡呢 放在A1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下載應該沒問題 好 那接下來應該是在向下追蹤 所以優標放A1 Ctrl向下 它會停在91的位置 所以我利用這個 這個原理原則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向下就用得到91 91之後呢 把它加1 所以R應該多少 它就變92了吧 我看一下 92對不對 92 對 沒錯吧 所以呢 之後要放的資料位置就是 應該是 A92 就放在A92裡面了 OK 所以第二頁應該就換成在 放在那個92的位置 有沒有發現 第2頁就放在這裡了 那以時類推 再來第3頁放哪裡 第3頁的話 讓它向下追蹤 183 所以理論上 Ctrl向下應該是182 然後 加1的話 183 所以以時類推 第3頁就下來了 有沒有第3頁 那以時類推 總共 72頁 就讓它全部跑完好了 全部跑完的話 一直閃爍 那最後跑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在 短短的幾秒鐘 之後 把所有資料 通通下載了 那你可以按 Ctrl向下 理論上應該 會得到 最下面這一列 是 6519列 OK 所以每一個資料 通通下來了 但是這個資料 其實還不夠完整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 基本上就是把 這個 1到72頁的資料 批次抓下來就OK了 所以剩下的時間 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再加 我剛剛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1 我是先寫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 4回圈 4i等於1到72 把這邊改一下 所以剛剛加了這個東西 第2的話在上面加一個 把舊資料清除掉 的一個叫 sales.clear 最後再加一個r r出子值等於1 然後呢 把它串在這個右邊 並且讓它向下追蹤 加1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批次下載的程式碼 在這個雲磚白板上面也有 我看一下雲磚白板應該是在 在這裡 在 第5頁的地方 也有 特別冷